在这多元种族和文化的新加坡 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的美食 其中蔬食料理也因为越来越多样化 而更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你是否也尝试过呢 为推广蔬食 新加坡慈济南区志工与蔬食餐馆合作 推动10天的蔬食便当活动 这一次是要好吃又健康的 邀约这些没有吃素的人来试试看 就是说希望他们来通过这样品尝 素食其实不是只是草莓粉这么简单 其实可以多汁多彩的 每天都会不一样 都会有一个青菜 一种菇类或豆腐类 我们也这样子来配搭 我们尝尝把颜色弄得比较精彩 让人家看起来比较有食欲 好看也还好吃 色香味俱全的无肉料理便当 两个梯次共吸引188人参与 亲身体验蔬食的美妙之处 起初第一天吃了 我觉得那饭比较硬 我吃到时间了 我也吃第二天 二天 第三天 我觉得还不错了 也吃得饱 这是你第一次吃素食吗 对 这个很像你没有在吃宅的感觉 真的是不错 看得不错吃的 都蛮适合大宗的口味 以健康为出发电 毕竟现在的天灾融合那么多 然后也是环保 一份份便当打开了蔬食新世界 期许更多人加入蔬食行列 让吃素成为一股潮流 大约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 新调部报导